我有一位转移性大肠癌患者 是在做完传统RAS-BRAF基因检测之后 就依照治疗指引的建议给药 但是第一线治疗的效果并不如预期 后来这位病人自费做了癌症次世代基因检测NGS 才发现它有一个罕见的基因突变 这会让它对标准癌症的一线药物治疗产生抗药性 最后我根据了癌症次世代基因检测的报告 更换了药物才把它的疾病控制好 因此我会建议病人尽早做癌症次世代基因检测NGS 来减少不必要的药物浪费和试药时间 进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传统基因检测通常一次检测一个基因 会先验最常见的基因突变位置 转移性大肿治疗癌目前最常见的检验是 RAS-BRAF-MSI 每项的检测大约需要一至二周的时间 费用通常比较便宜 癌症次世代基因检测NGS一次可以检测几十甚至上百个基因 我们可以一次检测完所有跟大肠治疗癌相关的基因突变 每次检测大概需要二到三周的时间 费用也比较昂贵 所以传统基因检测的优点是单次检验较快较便宜 缺点是可能需要进行多次检验 有时间成本和检体不足的风险 而且通常我们只针对常见的基因突变去做检测 也可能因此遗漏了较少见但却重要的基因突变 癌症次世代基因检测NGS 它单次检测的时间较久较昂贵 但是只要一次检验就可以获得比较全面的资讯 如果需要检测多个基因 次世代基因检测NGS 反而是一个省时省钱省检体的一个方式 此外除了我们常见的基因突变之外 癌症次世代基因检测 也可以辨识罕见的基因突变 让病人更有机会获得额外的治疗选择 以大肠之上癌的传统基因检测为例 许多病患只做了标准RAS、BRAF、MSI基因检验 甚至有些病人只做完健保给付的RAS基因检测后 就决定了治疗方向 但其实这些病人也可能带有罕见却重要的基因突变 像是大肠之伤癌病人中 大概会有0.7%会发生N-TRAC基因突变 而目前N-TRAC基因突变有相对应的药物可以使用 但平床上却可能因为病患没有接受更全面的基因检测 而错失这个治疗选项 如果一开始就做癌症次世代基因检测NGS 只要一次检测 就可以了解更全面的基因突变状态 医师也可以为病患规划更精准的治疗 病人也可以降低试药时间 减少药物浪费的同时 也有助于健保资源的有效分配 另外 现在有许多癌症新药试验会绑定 次世代基因检测NGS 一开始就做次世代基因检测 可以帮助建立台湾癌症基因资料库 进而提升台湾病人参与国际临床试验的机会 临床试验也有收案条件的限制 有些试验只收治未治疗过的病人 先做癌症次世代基因检测NGS 再决定治疗方式 选择会更弹性 也可避免错失使用新药的机会 当然可以 非常鼓励病人主动询问医师 能不能做癌症次世代基因检测NGS 因为这可能改变您的治疗选择 临床上很常见到病人因为无法负担癌症 次世代基因检测NGS的费用 而错失一些可能的治疗机会 因此站在医师的立场 也很希望政府能够早日通过NGS健保给付 对健保医疗品项有想法的民众 包括病人、照顾者和一般大众 也都可以透过健保署的新药及新医材 并有意见分享平台表达意见 让健保署作为新医疗品项 是否纳入健保给付的参考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癌症病人 有机会接受癌症次世代基因检测NGS 并因此找到更合适的治疗方案 精准医疗从NGS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